大家好,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12月9日,中国商飞公司将向中国东方航空交付全球首架C919大型客机。 全球首架国产C919交付机计划于今日10点45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预计11点06抵达上海虹桥机场。 早在去年的3月1日,东航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C919采购合同,首批5架C919引进后,将以上海为主要基地,直飞国内航线。 虽然由于疫情和失航证等原因,C919没有实现2021年底投入运营的规划,但是好饭不怕晚,现在该来的终于来了。 从1970年我国自主研制的运石飞机立顶到2017年C919首飞成功,历经47个春秋,中国人的大飞机梦终于成真。 飞机设计有多难,在运石飞机副总设计师程步时看来,直言飞机就犹如谱写一首自己的歌。 而C919并非循着前任的曲子填词,而是重新根据需求创作新曲。 2008年,中国商飞公司成立后,从初步设计到详细设计再到机体制造,C919走过了七个年头。 2000多份机翼图纸、机头机身机翼、异调发动机等一体化设计。 近2000项专利的申请,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干线飞机C919,全部设计均由中国人自己的团队自主完成。 大飞机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标志性工程,也是一个国家装备制造业的标志。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彦忠说,C919大飞机的研制不仅仅是一个飞机本身,它可以带动材料装备制造、电子系统信息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 的确,在C919研制过程中,我国大型客机技术创新体系主步形成,吸引和带动了多所高等宴校和多家企业参与大型客机项目研制。 5个大类,20个专业,6000多项民用飞机技术,C919的设计研制带动了我国的技术、材料、工艺的群体性突破。 C919有何叫人之处?与同类型飞机相比,它在安全性、经济性、环保性、舒适性方面特色突出。 1、采用先进的气动设计,气动阻力比同类型飞机小。 2、安全性大家最关心,它完全按照国际试行标准设计确保了安全性。 3、与同类型150座级飞机相比,经济性能更好,因采用了先进的动力系统, 它排放的尾气和噪声比现有的飞机要低50%以上。 2022年5月17日,共青团中央发表了一篇题为《都2022了》了, 还有人说我们造飞机只是造了个盒子的文章,告诉了大家C919的制造历程。 在C919历项之初的2009年,定下的国产率指标据称只有10%, 一个大原因是国内航空制造业薄弱,连最为基础的某钉都要到2013年才获得试航认证。 到了2017年时,C919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了30%左右, 而在2022年时,C919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了50%以上。 我国的民航制造领域正在快速崛起,从早期的供应商列表中都是外国公司相比, 目前大都已经换成了国产林配件,未来随着C919的大量生产, 还将再扶持一大批国内供应商,特别是CG1000A发动机成熟后, 我国在民航机发展,再也不会受到国外的因素制约。 从2017年4月,我国就开始着手申请欧洲EASA试航证, 欧空局派来的人跟C919试飞,试验的现场都快跟了10年, 我觉得最终C919拿到了EASA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拿到FAA的确是有点难, 要知道,中国在21世纪新研发的支线客机ARG21 在申请FAA的过程中经历了各种屈辱经历, 来来回回折腾了剩10年,最后也没有拿到证, 但没有试航证,中国国产大飞机就走不出国门了吗? 答案是不一定的,因为我们还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双边试航。 如今,中国已经签了超200份双边试航协议, 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到达27个, 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等在内。 其实C919一旦获得国内试航证, 可以参考ARG21没有获得试航证后的途径。 先投入国内市场中运营, 用自身庞大的内需市场, 事实上证明C919的安全可靠。 一个要点的是关键, 那就是用内需市场来证明飞机安全, 不能被国外程序的标准打破。 中国高铁从国内走向国际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单一机型、单一标准, 向全面对等的双边试航协议推进, 以国内大内需市场作为依靠, 作为与对方谈判的筹码, 这是C919能否走向国际市场, 拿到欧美试航证的关键。 十年后, 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民航科技拥有国。 中国民航局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 不会比美民航局差。 以前是不会造飞机才必须买你的, 现在我们有了C919、ARG21和CR929, 还会被你一个正卡住吗? 前段时间的珠海航展上, 中国商飞收获300架C919的确认订单, 目前C919净干价的订单中将近有一半是缺订单, 其他为异项订单。 除了航司直接采购以外, 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航空租赁公司, 因为采购飞机需要大量的资金, 不少航司是采用租赁的新的方式运营飞机, 于是就有了金融企业成立了租赁公司。 如这次签署订单的工航金租、 招航租赁、浦航租赁等, 此外还有不少海外的租赁公司确认采购C919。 仅就目前的订单而言, 1000架订单的资金已经能支撑这一型飞机的生产, 研制和后续改进。 不过目前来说, C919的产量还存在很大的挑战, 按照中国商飞此前公布的资料, 2025年才能实践量产50架, 哪怕是以这个速度, 现有的1000架订单也要生产20年才能完成。 作为对比空客波音公司目前的月产量能达到40架到50架, 在早期生产阶段, 产能差距可能不止10倍。 在一个大型客机生产所涉及的供应链遍布全球, 一旦出现风险和意外, 也会对飞机的产能造成影响, 也更加考验生产商对供应链的把控。 另外最新公布的信息现实, 目前交付的C919为标准航程型, 座位数为158到168座, 标准航程为4075公里, 而我国目前运营的航线中, 最远的是海南三沙道新疆喀什, 长度为4400公里。 省惠城市中最远的航线是 新疆乌鲁木齐到海南海口。 除了上述比较特殊的航线以外, 标准型C919能够满足 国内绝大多数城市之间的航线, 甚至可以往来东亚、东南亚、中亚地区, 后续C919还将推出邮箱更大的增程型, 航程延长到5555公里。 在价格方面,此前东航发布的采购公告显示, C919价格为0.99亿美元, 约和人民币6.53亿, 这个价格比第三版波音737-800还贵一些。 根据波音公司公布的价格, 波音737-800的目录价格为9600万美元, 即使是第四代的波音737, 目录单价也只有9970万美元, 而空客最新的3201也只要1亿美元一架。 虽然波音空客飞机的售价每年都会变动, 但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 C919相比它们并没有价格优势, 按道理来说, C919是国产飞机, 国内有人工成本的优势。 造出来的客机相比波音空客应该更便宜的, 但为什么没有体现出来呢? 就其原因, 首先, C919采用了国际供货的方式, 发动机、航电系统和大量的零部件都是从外国进口的, 而这些往往是一架客机身上最贵的, 国内造的机身机翼舱门座椅, 即使人力成本再便宜, 也无法拉低整架飞机的造价。 其次, 一件商品的成本往往和它的产量规模有关系, 虽然C919首批的产量为150架, 但相比波音737和空客320来说, 规模暂时还是不值一提。 要知道, 波音737系列目前已经生产了超过1万架, 订单数量15000架以上。 而空客320的总产量截至2021年5月31日也有9873架, 飞机的产量越大不但可以谈薄制造成本, 而且和零部件供应商谈判的主动性也越大, 更能够以相对优惠的价格拿到零部件。 从这点上说, 我们的C919刚量产就能做到和波音737、 800和空客320差不多的价格实属不易。 C919正式交付运营只是卖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总的来说, C919还是一款很年轻的飞机, 需要经受住市场的检验, 在这期间还要建立一套自己的运营保证系统, 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 国产大客机事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